为了万求我们人所作成的海洋物量 山西出协会在山西和新港交代的所在基盘政策华东 现状结合逢电商、林民社团作为行为台主任一个美类友谋 山西出协会理事长何凤池标试 环境保护和企业的经营力量都需要影响经营 为了万求台湾美类海派山 山西出协会这次结合了逢电商和民间社团 这会在山西和新港交代海派成立本舍 山西出协会理事长表示 这些本舍台母分都是任理做出来的作家品 没有任何主任消解 也可让海洋先不受海 可能有部分是海洋本舍会流入来的 但是其实台母分都是台湾民众自己做出来的 台湾就这样住了 台湾的水族丸和汉油族丸终会有本舍无量 我们约定了今天过来净摊 这不是我们原来的点 我们原来的点它在施工 到明年的9月才会完成 那因为有赞助单位协助单位 还有一些志工们团队们都非常的踊跃 所以不想放弃这个活动 所以我们找了这个新个点 那这里的垃圾不管多与少 大家都尽一分的心力 还是再次的呼吁不要你丢我捡 这是属于我们大家的环境 在明年的上半年度 它那边施工也还没有完成 所以我会再找另外一个点 听说那个垃圾非常的多 我都不知道这个垃圾都是从何而来 那么我们今天会透过 宣导以及教育的方式 让大家有个基本的概念 属于我们的大环境 我们一定要爱护 等你看到这些垃圾的时候 你真的是有所感伤 那我们只好辛苦大家 先把我们既有的把它回收 剪一剪不要再有了 有三个单位 由我们厂协会来主办 然后有项泉公司 还有海龙 那还有美俗会团队 还有一些和美警察志工的团队 我会觉得说这里人潮没有那么多 为什么垃圾会那么多 对那他们其实在学校 老师也是都有教导他们 要随手捡垃圾 然后垃圾要做分类的这部分 所以带他来看看 他自己也会说 妈咪我回去 我不要再用那些宝特品 我要用环保杯 然后一起响应这个爱心活动 参差兄弟们到现场来为问加油 他表示 自己是在这大人的 以前海边是非常比例 现在刷是本色的几堆 为了这一代社长 民众一定要重视宣布 如果没有受害的 这是人类自己 我们今天在新港和山塞高海海滩 我们在厂协会 和理事长发起的净探活动 那么和理事长 在这一年都会对我们团庆的责任 都做得很恰到 所以他都会办一些净探活动 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 能够强硬我们的环保 那么在这里也要呼吁 其实净探 他也是我们大家要把我们社交 要维护我们的环境 那么最主要还是要呼吁大家 我们要把垃圾分类做好 然后要把我们的社交 不要随地乱丢 那才不会造成我们海洋的污染 海景环境的破坏 在这里希望大家一起 可以强硬环保 海洋是死命的游拿 台湾市民团害 民众更应该注定环保 不肯定奔舍青菜欧白蛋 如果没有影响的 也是人类自己 新章话新闻里边红山塞 蔡宏博德